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的中國新聞是什麼? 是什麼呢? 哇,印度啊,大戰中國 什麼事?什麼事? 他想著,報紙標題這樣寫 印度針對中資,想著趕著便宜手機進入他們的市場 怎麼厲害? 小米被人搞 小咪啊 是啊 小咪咪 小咪咪啊,這部 除了這個之外呢,給個讚沒有? 給個讚,支持我們的配賬五塊錢沒有廣告 啊,那麼,吹吹吹吹吹 除了這個之外呢 內地有一個41歲的男歌手被人踢爆 懷疑報細數,還要騙女上場 就是那些偏哈條的男娘 哈哈,男娘 我們看看這個人 哇,樣子都挺特別的 羊居面空 是啊,叫小雲 不是雲拍過雲 不是小雲小吉那個 真的沒有搞錯 除了這個厄哈條事件之外呢 在台南,恐怖了 有兩班人馬懷疑啊 看不過瞬眼就大亂鬥啊 學那些美國佬的壞東西啊 什麼啊? 就竟然要連開七槍祭子啊 嘩,誇張啊 哎,真是經常都在那裡曬馬的 另外,有一個真是意外的事呢 就永遠,意外一單都嫌多 有個整容醫師啊 在自己的診所做一些叫做整容醫的手術呢 竟然死在手術台上面 脂肪跟脂肪做 嗯,真是 自己弄自己 自己 在自己的醫院 自己做 做回那樣事情 真是麻煩 那是他幫他操刀那些人 弄了他啊 還是怎樣呢 一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呢 有一件意外 是關於一個單車選手啊 懷疑呢 在內地比賽途中呢 就飛了下山啊 嘩 飛下山? 周時有啊 單車啊 單車你猜 小夜啊 騎燈兵 嘩 斜路飛下來很恐怖 拖海不行就填海啊 很恐怖啊 那些路都不是走的 跳過對面那些 我和你踩死定了 我和你踩啊 你踩我都在死定了 哈哈哈哈 真的 死硬了 死硬了 另外呢 有學者出來說話 就說如果中美開戰呢 台灣應該會玩完 不用你講 麻煩你啊 那他講玩完在哪方面呢 我們要跟大家 會認真嗎 玩不玩了 哈哈 要完啊 唉 真的不知道哪個完 好 逐單跟大家跟進一下 先看了 印度啊 是不是派出神童呢 搞小米啊 不是 印度官方啊 就說了 為了要趕絕這些平價手機 進入他們的印度市場 現在呢 麻煩了 因為呢 小米呢 大家都知道 小米的智能電話 這個品牌呢 它有很多 有高低中 他們的平價手機呢 都是其實在某個層面上面 都很吸引的 有在東南亞地區呢 都很受歡迎的 因為 有很多人就喜歡 說那個說法 就叫做性價比 雖然很便宜 但是呢 他都能夠給你一個 差不多的質素 而不是流肥肥的 導致到 現在呢 印度呢 就說 有意 採取管制措施 強行禁止 手機價格低於1200元的低價入門智能手機呢 進入印度市場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要震驚印度的本土手機品牌 他們要付起來 他們要付起來 那這樣很貴呢 對他們來說 手機賺錢比較少 是啊 就像以前的人買的大哥大的 不是啊 他告訴你 你不要拿一些貨品來賣 一定是要買一些貴的 因為被你舔掉我的市場 其實呢 現在中國呢 你知不知道 我們國家的品牌在印度 是非常之好的成績 印度 Top5 頭五大品牌裏面 其中 小米 WOWOW Ridme OPPO 這四個中國大品牌 就是佔了印度手機市場的頭五位 你想想想 中國的手機業在印度當然是橫行 所以印度方面呢 真是可能見到不行的 那些錢 肥水不留別人填 漏了一句給你填 那我就不能填 所以現在呢 印度方面呢 就想著 擠壓 這些叫做中資的品牌呢 排華的資本 令到他們呢 不可以再在這個低檔市場呢 就可以賺到吃的 那好吧 有人就說 喂 根據你講這些東西 究竟呢 其實呢 影響有多大呢 因為啊 如果 根據接下來呢 小米呢 將會公佈業績的 上半年的業績呢 是令人憂慮的 因為你現在這樣搞搞 有機會呢 其實現在小米呢 按年啊 跌幅呢 已經是賺少了六成了 預計啊 你這樣搞 小米將會賺少了六成的 那就 糟了 會不會爆雷呢 會不會下一個當行大呢 真是不知道了 因為 如果這樣的話 毛利會繼續跌的嘛 那 有國際財務報告呢 預計啊 調整呢 小米啊 按年跌幅 這個叫做 收入跌幅呢 跌了六十一個% 半年 真是恐怖了 那裡呢 真是少了很多億的 是吧 那很多過百億的銀子 這樣 被你印度老搞搞 搞不定 那怎麼辦呢 國家是否需要出手 扶一扶他呢 在後面扑一扑他呢 我不清楚了 但是這傢伙呢 就不需要人扑 大個兒子 四十一歲的內地男歌手呢 會 握一跳 大個兒子 厲害了 威了你 男歌手 小雲 我沒聽過 小吉 我知道 雲不要雲啊 雲不怕雲啊 小雲 原來這個 四十一歲的 內地男歌手呢 因為 唱過 叫做什麼 動漫 全職高手 和霹靂布袋戲 霹靂濤主題曲呢 而廣受惡迷喜愛的哦 那麼 他有多厲害呢 有啊 內地 微博用戶呢 爆料的 就說他了 這個小雲呢 鵝稱自己啊 在1988年出生 極隱瞞啊 自己有女朋友 這個事實 而去溝女 也都詆毀了 什麼啊 詆毀她自己的女性是雞 哇 是這樣的啊 就暫時呢 知道 包括了自己呢 在內有四個女孩呢 就被他困了 一次又一次的原諒 這次呢 是說這個小雲呢 對一個十九歲的小女孩下手 所以呢 忍不住頸呢 就爆了她了 這樣說 哇 不是吧 喏 是這樣寫的 這個 古風歌手小雲 一九年五月 有人就在微博上面爆料 就說 追我啊 當時他隱瞞她有女朋友 一九年年底 終於被她追到手 跟她拍拖 原來啊 他對那些女朋友呢 是冷暴力的 並且呢 隱瞞自己真實年齡 就說自己八百年出生 跟著呢 我也是九十後來的 是 隨便吧 媽靈後都可以的 22歲 是的 就 跟她拍拖了大半年之後呢 就一起去旅行啊 看了身份證之後呢 才知道她真的幾多歲啊 她當時呢 抱著我啊 就說了 怕她不要她啊 說呢 因為怕被人嫌她年紀大啊 就說了 所以要隱瞞年齡 就說 當時的事主呢 就說 很喜歡她的 所以接受了這個年齡差距的了 但是呢 也都啊 有人就爆料了 就說她原來啊 一直呢 在日後面啊 不同的時候呢 就聊不同的女生 還要一腳踏三船 那樣說了 真是恐怖的 啊 接著呢 受害的女士呢 就不停啊 就在網上爆料 自從啊 跟她拍了拖 這個內地男歌手拍拖之後呢 就幻想嚴重相向感情障礙啊 需要食欲去控制啊 啊 更加呢 又一次一次被她騙了 更加呢 就說了 被人說她是雞啊 啊 說她身邊的朋友是雞啊 證明這個男歌手呢 對那些女性都很不尊重啊 哎呀 真是恐怖了 嘩 爆料啊 這樣又不行啊 你自己已經幾十歲了 還說這些話 你自己那些所謂的女朋友 身邊的女性朋友是雞呢 是 人格 尊重女性 人格有問題啊 是不是啊 這個小雲呢 原名叫張良的 啊 那就是 害了這麼多女生之後呢 終於啊 有女生忍不住呢 就說 爆她的 爆她就糟糕了 啊 那就是 就著這件事啦 曝光之後呢 這位 內地男歌手呢 就在微博啊 發文公開道歉的啊 跟著說自己退出娛樂圈啊 這樣啊 嘩 你 就這樣想著不了了之啊 啊 那又說會關掉所有 叫做 account 工作方面呢 就說不會再做任何新job的了 那就是 出來谷個公司的sorry就算了 啊 啊 我不知道她在內地有多知名啦 是不是啊 你都看她用一句 死的sorry 拜拜 這樣就算了 這樣啊 會不會屬於劣跡藝人呢 啊 那這些真的要由內地官方呢 去研究一下啦 我們講到啊 內地啊 有個整容醫師呢 竟然在自己啊 叫做醫院大門呢 自己整容啊 不是吧 跟著就關到腦襯的 我們看一下究竟啊 這件事是怎樣先 有 這個叫做 啊 嗯 或者假名啦 三十七歲 一間在陝西西安的美容醫院啊 啊 整容醫師兼講師啊 叫小黎的 他在一間醫院呢 做工作呢 就懷疑啊 他自己呢 日前在自己的工作醫院裡 做自體脂肪面盒充填 類似打仗的臉 是啊 就是抽著脂肪打回自己的 是 但是因為這樣呢 而喪命手術台啊 醫生弄自己都死啊 哎 真是怎麼搞呢 我告訴你這個手術是最自然的 嗯 你打透明就算他硬了 他都未必會什麼 脂肪落人體是最自然的 OK 但是 醫生都死了 是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的好朋友啊 就講到說 這位專家呢 小黎呢 原本呢 就是整形專家 不是整股專家啊 是整形專家 他做手術的這一間 他是這一間手術的 什麼啊 醫美機構的醫生和講師 他的好朋友就表示了 小黎啊 在生前分享了 有顧客在他門口 做了一個叫做抽脂充填手術 效果很好看 所以呢 他人試他又自己想試一下 一於就這樣做了 這個手術是怎麼做呢 就說 是自己身體裡面 抽一些脂肪出來 再打回去 臉盒裡面的 在日前呢 他講到說 這位小黎啊 專家呢 進了手術室之後呢 就竟然走出來啊 知情人士爆料啊 就說當晚啊 十點鐘啊 就說有工作人員很緊張 出來找助聽器和搶救藥的 而這位小黎呢 一位親友呢 意識到呢 不對啊 有問題啦 也問當時醫生呢 就說 不要理啊 不要理啊 接著就衝進手術室了 最後呢 就見到呢 這個 這個 這位小黎的朋友呢 不理啊 當場的人士呢 就阻攔呢 就進了去 手術室 見到裡面呢 納納亂啊 有 知情人士呢 就說回 當時候 醫生護士都已經放到呢 真是很恐怖 說手術服呢 就周圍散到是二 講到說 這位小黎 躺在手術床上面 面部發青 氣管中插 氣管插管中有血 而醫生呢 也都幫他 在捏著那個呼吸 就是 幫他做CPR 類似的事情 而講到說 其實他看到 這位醫生 就是小黎 瞳孔已經放大了 沒有手呼吸 沒有心跳了 是 懷疑呢 懷疑啊 有西安市人民醫院的急症醫生就表示 就說 這個患者入院前 就在這些外科醫院呢 就懷疑進行抽脂手術 手術前 下了麻醉藥 一下完麻醉藥之後呢 就停了呼吸了 那麻藥麻藥感啊 是不是下大量 我懷疑下錯了 應該 即死啊 是啊 就說 一下完麻藥 不久呢 就已經 呼吸漸停 你想想想 是不是 安樂死啊 現在這個 不是吧 那真是恐怖了 唉 那所有事情呢 就根據官方說到說 最後啊 這一檔東西呢 是否真的合法呢 還是可以做麻藥呢 原來啊 有工作人員表示呢 他們這一檔東西啊 沒有麻科的醫療項目的啊 即是無牌和人下麻藥啊 這樣就真麻煩 那會不會是 就是 份量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做手術都是 醫生 你進手術室的時候 他是要預約麻師的 即是麻醉科醫生 是吧 他要去評估 究竟這個手術的風險 下多少麻藥 什麼時候會散 這些要去開會 即是要談的 而不是說 唉 整臉啊 幫你打針吧 是不是 這麼簡單 不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告訴你 醫生都搞不定啊 死呀這些事情 所以有人就說 哇 很多內地網民就研究 究竟這些醫生是不是真的啊 糟了 你去內地打算做整形手術 自己醫生吧 別說內地 香港也是 是 香港十年前 今天法庭案件判了 好笑 他說呢 他龍空 是 三個護士幫他的時候 三個護士都沒有讀過護士 是 如果你穿件護士袍的護士 那跟著呢 好了 那個死了啦 審了十年 我要停你醫生牌照五個月 嗯 跟著呢 那個醫生 2020年已經退休了 哈哈哈哈 是這樣的 就是你想想 死了啦 大個人死了啦 是啊 那他就停牌五個月了 是啊 在他退休之後停牌五個月了 是啊 他不復出就可以了 用假護士沒問題的 嗯 離譜啊 這些事情呢 都是一個非常頭痛的事情 但是告訴大家要小心 香港都是這樣 不要經常說大陸 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是嗎 都是很多這些問題 古靈精怪 古靈精怪 很多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 好像這位美國經濟學者說到 如果中美之間開戰呢 台灣會玩完喔 喂 麻煩你喔 學者 我覺得你好像流生的 你說些話 好像開樓灘那樣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說法是什麼情況呢 中美大戰 關台灣玩完有什麼事呢 為什麼呢 你看看這個說法 先看這個說法 美國經濟學者 在這個網上 這個財經文章呢 他用經濟的角度去看的 他說如果 經濟角度來講 中美啊 如果為了台灣開戰呢 一定會帶來一些強勁的衝擊的 就著俄羅斯 和這個烏克蘭的問題之前呢 美國啊 原來和俄羅斯的貿易額呢 是每年360億美金 烏克蘭的貿易額呢 是每年40億美金 就說了 一打仗呢 這些貿易就停了 三百多億而已 是不是 很細小啊 但是啊 這位經濟學家就說了 美國和中國 每年的貿易 你知道什麼是多少億啊 是6560億美金啊 哇 真是 其中包括美國每個家庭的消費品啊 和進口組裝零件啊 而美國和台灣的貿易 是1140億美金 當中包括全球最先進的半導體啊 而 講到說 中美台三方的貿易 是美國和俄羅斯烏克蘭加起來的十倍 所以啦 就說如果 真是一打氣相上來呢 中美甚至乎全球都會是災難性 應該呢 是玩完的喔 如果從經濟角度來講 所以 其實是的 有人就說 喂 中美打仗 或者甚至乎去制裁台灣也好 其實啊 台灣最把炮的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就是半導體啊 即是現在講到那些 高科技電子零件 瑞士山區路人費的那些Fan 全球 其中一大半 台積電啊 都被譽為是真的 在這個全球科技的尖端的一份市來的嘛 所以為什麼啊 有人就覺得 你現在 你去禁它那些什麼水果啊 其他Critic Cloud 都沒有去到它氣肉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禁它 因為現在 全球是靠它 即是台積電啦 其中一部分啦 或者台灣的半導體工業 去掌管全球很多東西的 如果貿貿然一下 按到台 即是叫做 那些晶片 叫做 不讓它過來 去中國那方面呢 很多人就說 分分鐘呢 自己都會領下的 是吧 那這件事 要考慮咯 是吧 那我都明白到 其實 三方面呢 你說會真的打仗呢 其實很難的 真的很難打 你為什麼呢 牽涉到這麼多貿易 這麼多錢 嘩 幾千億美金啊 大哥 那條數多誇張呢 是吧 好了 我們講回呢 我們剛才就講了 嘩 有個單車女選手呢 就在張家界 舉行著 這個叫湖南省第十屆天門山 天路單車挑戰賽呢 飛了下山 嘩 那個位置好什麼的 張家界 大家看過 那個叫做 天梯 真的天梯 好斜的嘛 那你那裡懸崖笑碧 玩單車 就是等同 什麼 不斜哪有刺激啊 接近死亡的刺激 他不是接近死亡的刺激 他現在真是死亡的 是吧 張家界文化 這個在旅遊體育局 就講到說 在昨天中五十二點 第十屆天路自行車挑戰賽結束了之後 哦 完了的了 參賽選手 其中一個參賽選手 賀某 踩著單車回程途中 在一個下山的公路灣裏面 不慎墮崖身亡 哎呀 真是過不了彎 托海了 網傳圖片顯示得到 這個賀某軍 賀某人 這是女士來的 女選手 疑似 在二十米高的彎道墮崖 有人為他進行急救 也有人報警求助 有知情者說到 事發是下坡度八公里的位置 也都說到 正正的那個位置 就是他飛了下崖的 真是恐怖了 有報導 繼續說到 有參賽選手說到 男子組 在早上九點半開始 接著就是女子組 就說其實 這個女選手 是非常之有一定的實力 不是不懂那些 可能說 他沒有實力 學人參加這些東西 不是啊 有很多選手就說 他呀 這個實力很強的 沿途超過了不少男選手 能夠啊 有人就說 他呀 入到前五十名 已經是Top 即是非常之有能力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會經過那個彎位 飛了下去 真的非常之恐怖 那懷疑 會不會是有 人影響到 或者是精神上 不集中 這些東西 真的不知道 但是告訴大家 真的凡事要小心 真是 正常不會玩那些東西的 沒得小心的 那些 薄薄的而已 不是比賽 比完賽了 自己慢慢游回去 如果他都飛了下山的時候 那一定是自己大意 那就是慢慢游 一定是自己大意 這些東西 你又不是 幹什麼呢 你都完了那場賽事 你說 在拼命的 沒得小心 我都明白 但是這些東西 真是想不到 另外 在內地 真的 在甘肅 發現了一宗恐怖事 什麼事呢 就滅絕人性的凶案 在甘肅市 甘肅省 甘肅市永恆縣 永恆縣 一個男子 上個月底失蹤 他們的公安局 日前 通報了 說抓了八個 未成年的人士 涉嫌 就 嘔打男子 導致他昏迷 然後 將他活埋 哇 這次大王 那套 同黨 舊時香港那套 同黨案 而警方 根據這八位 未成年人士的證供 在一個山坡 找回一個失蹤男子的屍體 據報消息指出 遇害的二十一歲姓毛的男子 經同學介紹了 認識了一個十四歲姓國的女友 這個女友是主犯來的 其後 這個姓國的男子 不滿 她的女友被無男跟蹤 即是遇害這位男士跟蹤 於是 就 脆妓了 脆妓 哇 立即找了八個 未成年的人士 就連續 嘔打他很多次 連續兩天 期間 有人直播 直播 拍攝過程 於是 於是 根據這些片段 找回這八個嫌疑犯 而這八個人 膽生無 真的 就說 是啊 是我做的 那我都承認 對啊 全部都是我做的 啊 啊 那些 你知道小孩子是這樣的 打把 是啊 是你做不代表不是其他做的 在他面前打一個 打把打一個 不是 根據他的做法 試一次 做一次給你看 因為網上 有影片 流出來的 是 這個 受遇害的男士 被命令 又是那一招 剝了赤裸 要赤裸的 接著 幾個男人 就對他 拳打腳踢了 而其中一個女孩 更加在旁邊 就拍攝 絲捕的過程 絲捕 絲捕 就打算 了自盡 真是恐怖 這件事本來沒有什麼 有警員到場 就跟你說 先生 不要跳了 珍惜生命好不好 這樣 怎不知這傢伙真厲害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怎樣 好啊 你想我不跳 你給我三個水 嘩 嘩 我都呆了 你跳吧 不是吧 真是恐怖 是不是這樣 真的離了大嫂 三個水 原來是這樣的 這個所謂的跳河自盡的男子 其實當時他就下了河 現場有救護人員和警員 就打算救他 他說 我死都不想回來的 這樣 好了 就說了 更加 然後跟警員說 你給我三百元 我就願意配合你的救援 我就上回來 幫我推他下去 然後 沒有他 他不好 警員最後拿著三張毛主席走過去 錢啊 錢啊 這樣 乞丐 對 撐你個廢 然後這個見錢開朗的男子 慢慢游泳 所以就游泳 然後很多民眾就說 神經病 怎麼搞的 浪費多少人靈活力 對 打獲金 這件事 應該預計 有律師就說 這傢伙 用自殺的方式去騙人錢 應該會遇到一個懲罰 對啊 對啊 你每次都這樣得了 所以這個世界 想不到自殺也有假的 這樣屈錢也有的 真的 真是新聞來的 好了 怎樣也好 很多古靈精怪的事情 接下來就跟大家說其他事情 今集時間是這麼多 Bye